花蓮捐香北昌一处早餐店 日前出现了有一名骑红色机车的妇人 总是到店家门口偷他们的多肉植物 店家不堪其扰 而老板呢刚好他自己本身对网路媒体有兴趣 因此他特别就把监视器的画面 做成了加入超多14梗的趣味影片 发到网路上希望可以抓贼成功 网友纷纷站态说真是太厉害了 是个人才 又对多肉上下起手摸啊摸的 多摸西摸 多肉都可以跟上蜜兔了 最后戴上安全帽 小美不演了 大喇喇的直接开挖 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明明是富人下手行窃的证据画面 影片中却大玩一堆最近流行的实诗梗 让富人骑机车偷多肉植物的恶劣行为 变得十分具有趣味性 我这个影片还有娱乐效果 就是就不是一般的监视影片这样 看起来不会那么无聊 不要这么沉重的 对对对 就让他知道众多人不喜欢人家这样挖 事发在花莲县吉岸乡北昌一处早餐店 店家在门口廊柱上种了各式各样的多肉植物 日前却发现他们怎么会东缺一块西缺一块 心爱的多肉植物被偷 现场还留下挖呀挖呀挖过后的泥土 受害夫妻俩却用极大的幽默感温和警告富人别再来了 影片曝光笑翻众多网友但好像只有这名妇人没有看到 不知道是没看到还是怎么样 她又再来一次这样 不是她不只来一次而已 对她就是来第二次 第二次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做的都没有效果这样 尽管po影片还截图用红字大大打上警示语 声明有需要可以询问老板娘 然而富人热爱多肉植物的心仿佛让她瞎了眼 恶心恶壮就被贴在墙上还敢继续偷让店家超无奈 前后移动调整位置边听车边看看多肉 多肉们心里很害怕但是没办法说出来 店家用心培养的多肉植物不是路边的野花野草 这回富人遇到愿意心平气和解决的店家 还嚣张继续在光天化日下奋法 恐怕直早会提到铁板 记者林明镜许丽请欢迎报道